你见过这么大的石头吗? 大到要用80个轮胎的重型模块运输车来驼驿 这里是位于德国萨克森州许芬镇的一处农田地头 小镇的一位农民 德尔特曼在自家农田里耕地时 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 这个消息很快就在这个总人口560人的小镇传开了 成了头条新闻 为了不妨碍农民的耕种 萨克森州政府决定将这块巨石移走 送到许芬镇广场当作天然纪念碑 巨石搬迁工作吸引了当地300多人前去围观 在巨石的发掘现场 一同到来的还有德国地质学家、历史学家 现场研究发现这块巨石是在20万年前的冰河时代 跟随冰川运动从斯堪地内维亚半岛 漂流到了许芬镇 巨石的年龄大约在15亿岁 负责挖掘运输任务的工程队 初步估算这块巨石的重量重达200吨 为了保证发掘任务的顺利和安全 工程队调来了一台9轴800吨的 利伯海尔重型起重机 和一辆20轴的重型模块运输车 为了保全巨石的外貌 挖掘过程禁止打孔 工程队选择了用粗壮的钢锁绳绑扎固定 经过现场测量 这块冰川岩石长6.2米 宽4.8米 高3.1米 重达130吨 起重机慢慢地将巨石落到模块运输车脱摆上 此刻必须对石块进行稳固工作 工程队员拿来了木块 分别垫在巨石的两端 防止在运输的路上前后移动 木块垫好 起重机将石块慢慢放下 固定工作仍然继续 工程队员再用锁链和缆绳 对这块巨石进行加固 防止石块在运输的途中 左右移动掉到地上 为了能够顺利挖掘搬迁 方便起重机和运输车的进出 工程队在原本没有路的农田里 用钢板铺设了一条长达400米的临时小道 在与主干道的连接处 驾驶员遥控模块运输车转向 顺利通过了第一个弯道 来到了主干道 40米长的模块车 开足马力拉着大石头 向小镇的方向驶去 在行驶到小镇中心路段时 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要到达小镇广场 必须在这个路口进行90度转弯 狭窄的道路和路边指示排 让模块运输车没有足够的转弯空间 驾驶员多次调整移位后 决定使出模块车的原地转圈功能 经过10分钟的遥控 驾驶模块车成功转向 随后赶来的九轴重型起重机 也到达了许芬镇广场 工程队员加快了卸载工作 争取在天黑之前 完成大石块的搬迁任务 大约40分钟后 这块巨大的石块落在了广场上 今后将作为天然纪念物 向小镇的所有居民开放参观